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更新醫院泌尿科主治醫師林佑華 今天很高興能夠跟大家介紹 這個泌尿結石的處治 那泌尿結石的處治 目前主流已經都是 以沒有侵入的侵入性的鎮波碎石 或是沒有傷口的內視鏡的處治為原則 那根據我們歐洲台灣泌尿科醫學的指引 目前我們今天要說明的是 最麻煩的腎臟結石的處治 在講腎臟結石的處治之前 我們還會稍微提一下 膀胱結石的處治 膀胱結石的處治呢 目前都是以內視鏡來做集碎的方式 並且把它全部移除 那這個過程通常都在一到兩個小時 可以完全處理完畢 不會有任何的傷口 那在過程中通常都是半身或全身麻醉 搭配住院可能移到三天不等 這是主要的膀胱結石處治原則 針對塑尿管結石的處治原則 過去我們都是所謂的硬式 塑尿管鏡的 塑尿管結石碎石手術 另外如果是小的結石 如果是沒有明顯疼痛的結石 我們也會建議使用體外振波碎石手術 但是在過去體外振波碎石手術呢 它的結石擴清率也就是把結石清乾鏡的比率 並不如我們預期的那麼的高 這也是為什麼在過去這三年來 國外的這個手術 都是針對這個內飾鏡的手術 內飾鏡的手術就是我們所謂的硬的塑尿管鏡 但是硬的塑尿管鏡 它除了有擴清率 有可能會把石頭推回腎臟的問題之外呢 它也針對這個塑尿管 可能會造成一定程度的比例的傷害 那這個石頭擴清率在體外振波碎石 大概是3到7成不等 其實飄動 大家可以知道這個數據飄動非常的大 那如果是硬的塑尿管鏡 大概是7到9成不等 我們最新的技術叫做軟式塑尿管鏡 它可以有效處理 塑尿管與腎臟內的結石 那它的石頭擴清率都在95%以上 其實是一個相對安全 而且有達到非常有效率的結石處理方式 不過這個手術的方式呢 是我們會在你的塑尿管建立一個保護的系統 然後再由這個軟式塑尿管鏡的器械 一路沿著尿道、膀胱、塑尿管開口進入塑尿管 再一路沿著塑尿管進入腎臟 這個軟式塑尿管鏡它的彎曲的角度可以到275度 那可以有效清除腎臟內上、中、下、肾展內的結石 這也是為什麼它的擴清率可以到95%以上 更新醫院自從兩年前引入這個軟式塑尿管鏡 我們已經做了超過200台的手術 那我個人就有完成超過120台的手術 對於這個手術是相當有信心 這樣的手術它的住院還是需要至少兩個晚上的時間 至少需要有麻醉的方式才可以執行 執行這個手術之前 我們也會給予一定程度的抗生素 預防疏後的感染 那針對這樣的手術方式 到底會有什麼樣的、疏後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第一個最常見的是 我們在手術後為了保護塑尿管未來發生狹窄的情況 因為這個手術過程中 我們會要把狹窄的地方做擴張 才可以讓這個器械進入到腎臟 進行腎臟內的碎食 那我們會在塑尿管內放置塑尿管的導管 有放置這樣的塑尿管的導管 術後的病人可能會在術後的一週 常常會抱怨有輕度的血尿 或是有皮尿的症狀 那執行這樣的手術 對於我們這個腎臟的未來的結石復發 因為我們清除的比較乾淨 所以它復發率非常的低 大部分的病人在術後一年內 都沒有再發生結石的復發情況 以上是今天關於腎臟結石 未依照指示進行禁食或是使用停止服用藥物 造成手術的一個延後 所以針對手術注意安全的話非常重要 那手術要了解哪一些事情 主要是針對手術前準備 手術當天手術後的一個注意事項 手術前的一個準備 主要是醫師在手術前會進行評估 跟你講一些手術的目的方式 麻醉方式 還有一些的過程風險 以及填妥一些相關的同意書 在這手術前必須要做一些相關的檢查 像血液尿液 心電圖及X光 還有皮膚的準備 就是為了皮膚不要造成一個手術後的一個感染 最重要的是 手術醫師會在您的手術部位做一個助劑 預防開錯部位的情形 那手術的話最重要就要禁食 針對手術麻醉的一個方式 如果是局部麻醉就不需要禁食 那為什麼要禁食呢 因為禁食如果沒有超過8個小時的話 會延後手術的情形 甚至造成麻醉或嘔吐造成吸入性的一個危險 那在手術當天呢 我們會請您將身上的相關的醫物飾品 如同假牙、手錶全部去除 會換上手術室的衣服 那會打上一個點滴 點滴當天的話主要是要補充相關的一個水分 那再者的話如果在病房準備完診之後呢 會將您收到手術室 在手術室之前 會請您排空膀胱 那到了手術室相關的醫護人 會進行相關的核對 再送到一個所謂的手術室裡面進行手術 那手術完成的話 會到恢復室進行一個照護 那手術室的一個注意事項到底是什麼呢 會手術後會到恢復室進行一個照護 如果您是全身麻醉 半身麻醉的話 下肢的一個功能性恢復之後才能進行翻身跟下床 那再者的話手術 常常會有人說 什麼時候可以開始進食 主要的話是要依照手術的方式跟醫師的指示進行進食 那太早進食的話 可能造成呕吐的情形 會有吸入性的可能性 那最終的話如果是常常進食的人 必須要注意口腔一個衛生 那還有依照手術的一個方式 醫師會給你相關的一個止痛劑 再者當您如果說因為活動或是咳嗽的時候 可以把手壓在傷口以避免牽扯 降低疼痛的情形 最重要的是有部分的手術 它會因為手術的關係 會有一些相關的引流管 一定不可以自行拔除 必須要有醫生的決定才能夠移除掉 那最特別注意的是下床的時候 必須要將引流管固定 以免減少牽扯脫落的情形 最重要的是可以依照手術的方式 術後可以及早的一個下床 以立場乳動及肺功能的 恢復的一個症狀的情形 那以上是手術安全注意的一個重點 那若大家能夠遵守手術的一個 相關的注意事項的話 可以提升手術的安全 再次提醒大家手術多注意 平安又健康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更新醫院神經外科主持醫師陳俊勳 今天要跟大家討論一個主題 是來討論是常見下背痛的各種原因 我們主要下背痛我們通常臨床會討論四種面向 下背痛的原因是骨頭肌肉神經 或是內臟器官所引起的一些症狀 然後常見下背痛跟骨頭有關係的 老人家的話其實要考慮的是骨質疏鬆造成的壓迫性骨折 或是年輕人有些脊椎側彎或是脊椎滑脫造成骨頭結構的問題 以至於肌肉帶長造成的症狀 這種類型的 如果是骨頭造成的有一個特點是 如果病人如果是躺下來或是坐下來休息的時候就會改善 如果久站或久坐的話會越來越嚴重 這是第一個骨頭常見的原因 第二個如果是肌肉 肌肉的話像我們常見肌肉拉傷它有一個特點 是如果是改變姿勢的時候會更加嚴重 像是我們平常躺著都沒有事坐著都沒事 坐著站起來站著或是要坐下去的時候 肌肉一扯到然後它就會造成肌肉痠痛 甚至會痛到冒冷汗都有可能 所以這是肌肉疼痛的特點是改變姿勢 當然第三個是跟神經外科有關係 是神經壓迫上常見的坐骨神經痛的話 這種類型的疼痛的話 大部分的特色是會伴隨著麻痛的一個症狀 而不是單純只是痠痛 所以當然每條神經管的區域會不一樣 所以它麻痛甚至電到的地方也會不一樣 如果有麻痛的話 那就進一步要來做詳細的檢查 像是核磁共振或是神經傳導電位 來確保是不是有神經有壓迫的一個情形 當然最後一個可能的話是內臟的一些器官 像是舉翻我們的腎結石 結石如果掉落的話卡在塑尿管的話 會造成嚴重劇烈的腰痛 然後當然女性的話會跟月經周期有關係 然後像是巧克力囊腫或是一些卵巢的一些病變 也會造成後腰的疼痛 當然更少見的像是腸道裡面的問題 甚至是主動脈搏理都會造成急性的後背痛 這些的話當然要看各位的症狀 然後去找合適的儀式做健庇診斷 才會進一步得到正確的處理跟治療 好 謝謝大家 大家好 我是更新醫院泌尿科彭崇信醫師 今天為大家介紹神經性排尿長癌 人體的尿液儲存和排尿功能的運作 需要正常的神經系統來支配 包括大腦 巧腦 脊髓 脊髓 以及骨盆腔的周邊神經等等 當這些神經組織發生病變或受傷 例如腦中風 帕金森試症 小腦病變 腦部創傷 脊髓損傷 先天性的脊髓病變 糖尿病 或是骨盆腔的手術等等 都可能使排尿及除尿發生問題 而造成所謂的神經性排尿障礙 導致貧尿急尿 尿失禁 排尿困難 或是尿滯流等不同程度的症狀 也可能會有尿路感染 尿路結石 膀胱適應性變差 膀胱疏尿管逆流 腎水腫 或是腎衰竭等併發症 神經性排尿障礙的診斷 需要依據神經病變的位置 激轉和嚴重程度來判斷 另外也要考慮到解剖學的構造 以及器官老化等因素 除了一般的尿液 或是超音波檢查等 還需要使用到尿路動力學檢查 這是一套針對排尿和除尿過程 的生理激轉的檢查儀器 治療方面 應該根據病患排尿障礙的嚴重程度 症狀 對生活造成的影響 及個人因素來考慮 以安排最適當的治療 包括藥物 排尿訓練 倒尿或手術等 最重要的目標是維護 膀胱及腎臟的功能 改善病患的生活品質 以及減少併發症的發生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更新醫院神經外科主治醫師陳俊勳 今天要跟大家討論的一個是頭部外傷的主題 頭部外傷的話是常見神經外科的一個疾病 當然頭部外傷造成的症狀的話有百百種 當然我們今天要討論是哪些是比較危機 可能要緊急處理 然後如果有出現這幾個症狀 建議趕快來急診室 照電腦斷層看是否腦部是出現出血 或是腦子腫有開刀救命之餘的一些症狀 舉凡我們頭部 頭骨是硬的 腦子像豆腐一樣的軟 當撞擊之後的話 腦子晃動叫腦震盪 當震動的幅度比較大的話 可能去撞擊很硬的骨頭 可能就會造成出血或腦子腫的一些情形 當密閉空間腦子壓力變大的時候 我們統計出來 90%在撞擊之後的48小時之內 就是我們俗稱的危險期 然後如果有出現有三個比較危機的症狀的話 要趕快回來 第一個症狀就是撞完之後腦壓急劇升高 大部分會伴隨著急劇的嘔吐 然後它嘔吐跟頭暈想吐是不一樣的 然後第二個的話 就是人可能意識昏迷 試睡覺不醒 我們說的昏迷指數可能會下降 第三個症狀的話是半側無力 像一般我們的認知就是如果是左邊 腦部損傷的話 可能會伴隨著對側右側的肢體的一些無力 所以如果出現這三個情形的話 建議趕快回診 當然我們說的急性的危險期90%在前兩天 然後後來另外一個統計 超過65歲以上的病人的話 剩下10%的話 可能會出現在一個月或一個半月 也一樣出生突然的半側無力 那一種的話是比較是慢性出血的一些情形 所以的話 如果有出現這三個症狀的話 隨時需要可能要來急診 甚至相關的一些科系的門診 然後來做一些鑑別診斷跟檢查 臨床的話我們最快篩選的方法 就是直接照顧一個頭部的電腦斷層 好 當然 撞完之後的話 一定只有這三種症狀嗎 其實不是的 所以的話 如果有相關的症狀 如果也擔心的話 歡迎隨時回來我們的門診 然後做進一步的諮詢跟檢查 好 謝謝大家 大家好 我是更新醫院泌尿科 彭崇信醫師 今天為大家介紹兼職性膀胱炎 如果病人有長時間的頻尿 夜尿 每次小便的尿量不多 脹尿的時候下腹部會隱隱作痛 只有在排尿之後才會覺得舒服 而尿液檢查沒有任何的感染狀況 也沒有其他病因可以解釋這些症狀 那麼他就可能 罹患了兼職性膀胱炎 兼職性膀胱炎的病因 目前仍不清楚 可能是有許多不同的疾病 例如自體免疫疾病 所導致的一個綜合性的病症 因此 我們又稱他為膀胱疼痛症候群 兼職性膀胱炎並不少見 病患九層為女性 任何年齡層都會發生 而較耗發於二十至五十歲的病人 他雖然不是一種惡性的疾病 但是症狀非常的令人困擾 常導致病患焦慮不安 嚴重影響生活品質 在過去 許多病患都沒有得到適當的治療 近年來的醫學研究 讓我們逐漸了解這個疾病 在診斷方面 我們經由仔細的病史詢問 理學檢查或影像檢查 以及膀胱進水過張檢查等等 來排除可能造成這些症狀的原因 那治療方面我們有不同的口服藥物可以選擇 膀胱內的灌注藥物例如潑尿酸 嚴重的也可以考慮手術治療 經過正確的診斷以及適當的治療後 大部分的病患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更新醫院兒科組織醫師王健哲 每年的四到九月都是腸病毒流行的時候 那麼今天會為大家做一個簡單的腸病毒的介紹 腸病毒最主要的傳染方式是糞口傳染 也就是說是經由手部的接觸 經過吃食物把病毒吃到自己的身體裡面 在臨床上面它會有幾個明顯的症狀 第一個是發燒 第二個是喉嚨的部分會有一些發炎 以及產生水泡性的潰瘍 第三在四肢或者是臀部的地方 我們可以看到小朋友會長出一些紅疹 或者是一些細小的水泡 那與腸胃炎事實上是不同的 很多人都會問 腸病毒是不是會拉肚子 是不是會呕吐 但是呕吐跟腹泻其實不是腸病毒的典型症狀 在臨床上面 我們如果遇到感染到腸病毒的小朋友 一般來說我們可以給予藥物 協助它做退燒 另外針對於它口腔裡面的潰瘍 我們也可以給予止痛的噴劑去做使用 而它身上的紅疹如果沒有其他額外的傷口 或者是有抓破小水泡的話 是不需要特別上腰的 有關腸病毒的幾個注意事項 第一個是家中如果有預防 家中如果有感染腸病毒的小朋友 那麼要注意 它有可能會傳染給家中其他的小朋友 所以盡可能要讓他們不要接觸 然後手部的衛生一定要常常的就做清洗 因為腸病毒就是經過手去接觸口鼻 然後傳染的 醫生給的退燒藥物 如果有必要使用的時候就要按時使用 另外腸病毒的小朋友常常因為咽喉的疼痛 而導致他們吃不好 或者是沒有辦法喝水 在飲食這方面 可以使用一些比較冰比較涼的食物 比如說豆花冰淇淋或者是布丁 只要小朋友願意使用都可以為它補充養分 在整個病程的照顧當中 一定要注意小朋友有沒有因為水分的攝取過少 而導致一些脫水的狀況 如果真的食慾非常的差 必須要到醫院裡面使用一些點滴做一些被動的補充 另外一個重點是 腸病毒重症是大家比較關心的議題 腸病毒一般來說都是可以在四到五天之後痊癒的 但是如果有了重症的話 就會必須要做積極的治療以及住院觀察 重症有幾個徵兆 第一個是機要型的抽搐 也就是說在小朋友大概睡覺的時間 我們會看到小朋友的手腳 有一些頻繁的抽動的狀況 跟胃寒的發抖是不一樣的 那第二個症狀有可能會看到小朋友持續性的呕吐 第三如果小朋友有比平常更加的試睡 或者是小朋友在醒過來的時候 你覺得他的意識有一些變化 跟平常的狀況不太一樣 這也是重症的前兆之一 第四是觀察小朋友的心跳有沒有異常加速的問題 不過因為發燒原本就會讓小朋友的心跳加速 所以如果心跳加速的時候小朋友正在發燒 建議還是先做退燒處理 然後再後續追蹤他的心跳速率 以上幾個腸病毒重症的症兆 如果說家裡有腸病毒感染的小朋友 一定要特別的注意 最後還是提醒大家 夏天到的時候還是要多注意手部的衛生 盡量多洗手 然後注意飲食的衛生安全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更新醫院安康院區的營養師林芳宇 要說到2020對我們生活有造成一個重大影響的一個事件 一定會講到COVID-19新冠肺炎 那我們平常除了做好戴口罩 清洗手的防疫措施之外 還可以藉由飲食來提升我們的免疫力 所以營養師就總結了五大飲食心法 然後為大家可以為我們的免疫力研究一身蓋世武功 那第一招呢是攝取優良的蛋白質 蛋白質可以打造我們健康的上體細胞 像是皮膚跟腸道黏膜 作為我們抵抗外來病原體的第一道防線 那同時也是體內製造抗體跟免疫球蛋白的主要原料 那我們平常呢可以藉由豆類 豆製品 魚肉 雞蛋 蛋白質還有 低脂肚類跟牛奶來攝取我們需要的蛋白質 那第二招 每天一碗全骨雜糧 全骨雜糧還有豐富的維生素B群 狂物質跟膳食纖維 那尤其是膳食纖維呢 它可以調整我們腸道的菌相 打造我們健康的腸道環境 因為腸道是我們人體最大的免疫器官 所以如果腸道健康了 免疫力自然就會好 那我們平常呢 可以從一些會精緻的骨類裡面 像是臭米 地瓜 燕麥跟全麥麵包等 都是很好的全骨雜糧的來源 那第三招就是每餐都有彩虹蔬果 蔬菜跟水果顏色非常的繽紛 那是因為它們還有各種不同的雌化素 像是茄紅素 還是Beta胡蘿蔔素等 這些天然的抗氧化劑 可以清除我們體內的自由基 降低發炎的反應 提升免疫力 那我們平常呢 每一餐都要吃到各種不同顏色的水果 尤其是當地盛產的水果是最好的 第四招 充足的水分 那我們成年人每天的飲水量 建議要喝到自己體重的30到35倍 那以一個60公斤重的人來看 每一天至少要喝到2000到2100cc的水 有了足夠的水分 才可以幫助我們代謝到體內的肺物 那有人會說我平常都有喝茶 還是咖啡這樣可以嗎 那其實茶跟咖啡這一類 還有咖啡液的飲品啊 它反而會因為利尿作用 把我們身體的水分都帶走了 所以最基礎跟最有效的飲水 要以白開水為主 第五招要維持理想體重 那我們從一些研究跟臨床的觀察都發現 肥胖跟體重過重的人都抵抗力會比較不好 甚至是在感染病毒之後比較容易發展成重症 那我們平常可以利用BMI的公式來做計算 算出來的值如果在18.5到24之間呢 那就是在理想體重的範圍之內了 那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要養成 適度且規律的運動習慣 那除了這以上五個飲食刑法之外呢 平常還要避免不要吃太多的油炸品 還有甜食跟含糖飲料 因為吃太油跟吃太甜 都是會讓我們能力降低的NG行為 那希望透過這個健康訊息的分享 讓我們可以從日常的飲食著手 輕鬆練就免疫好武功 謝謝 大家好 我是更新醫院心臟外科組織醫師 陳建民醫師 今天要跟大家講一個主題 就是關於冠狀動脈心臟疾病的 一些小知識這樣子 那冠狀動脈疾病呢 它是屬於心臟血管疾病 那我們知道我們國人十大十一 排名前三名的 就是第三名就是我們的心臟血管疾病 那其中冠狀動脈疾病 又是在心臟血管疾病裡面 非常重要的一個項目 那冠狀動脈疾病呢 它到底是什麼 那簡單說 心臟像一個馬達一樣 那心臟可以把血流打到全身 攻擊其他的器官使用這樣子 那心臟本身它也需要一個血管 來供應它的氧氣和那些養分 那就是所謂的冠狀動脈 簡單說如果冠狀動脈有問題的話 就會影響到心臟的功能 因為它會造成心臟缺氧 甚至造成心肌梗塞 這樣的情況 那什麼樣的人會容易得到 冠狀動脈疾病 那有幾大類 最常見的就是我們所謂的三高的病人 三高病人 所謂的糖尿病 高血壓跟高血脂 那另外抽菸也是一個很大的風險因子 那年紀方面的話 年紀越大 當然冠狀動脈造成血管阻礙的機率也會提升 那尤其男生 男生的比例比女生高 那所以這四大類的病人 這四大的危險因子是需要注意的 那冠狀動脈心臟疾病有什麼症狀 大部分我們最常知道的就是 所謂的胸悶胸痛 那胸悶胸痛它其實呢 造成的原因在冠狀動脈疾病的話 通常是在活動的時候 也就是說我們跑步 突然就覺得胸悶有石頭壓著 那還有一些情況 譬如說激動的時候 譬如說我們生氣 心跳加速的時候 也會有胸悶的情況 那胸悶胸痛的話 它有一些症狀 我們所謂的穩定性的胸悶 跟不穩定的胸悶 也就是說穩定性的胸悶胸痛 就是說你坐下來休息幾分鐘 它就恢復了 那這樣我們叫做穩定性的胸悶胸痛 那通常有這樣的症狀的話 就應該要到醫院給心臟內科醫師 做一些診斷跟治療 那如果更嚴重的 進展到不穩定性的胸悶胸痛的話 也就是說你的胸悶胸痛 即使你坐下來休息也不會緩急 甚至會冒汗到冷汗 或甚至暈倒的狀況 這就是所謂不穩定性的胸悶胸痛 這種狀況就表示這個病程有更加的惡化 那也是需要趕快就醫治療 那目前診斷方面的話 在我們醫院的話 有所謂的心電圖 心臟超音波 跟心臟罐流的檢查 那進一步的話 我們可以做心導管的檢查 那這些治療呢 這些檢查呢 都是為了要診斷冠中動脈疾病 那治療方面呢 主要三大方面 腰污治療 導管治療 跟排刀治療 那這三部分呢 我們醫院都有提供 那有需要的民眾呢 都可以在我們醫院 得到最完善的治療 謝謝 謝謝